今天是11月6号的礼拜五 那么今天的大盘呢 跌的相当多 到12点半左右呢 已经大跌了超过170点了 但我来要告诉各位 就算大盘在今天 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拉回 其实这整个趋势呢 它还是往上的 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透过这一个盘的技术面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而另外我要告诉各位 面对接下来的台北股市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什么样的心态来进行操作 再继续呢 为大家分析这个大盘 还有王良的操作理念之前 我先让各位看一看 今天大盘的走势 今天这个盘开盘之后呢 就一路的往下杀 那么到了12点半左右的时候 已经跌到了8680点 跌破87000 不过王良在这个礼拜 曾经代会员呢 买过两只股票 那么其中一档股票呢 我买完之后 没几天我就把它卖掉了 卖掉了之后呢 我又去换股 换到另外一只股票 而那档股票呢 王良是代会员买在90块6 那今天这个盘大跌了170点 180点的时候 王良后来所买的股票 在礼拜三所买进的股票 在今天是涨还是跌呢 请你们看下去哦 大盘在今天 跌掉了170点 跌掉了180点 王良在礼拜三 代会员买进的3673的TPK 不但没有跌 他还涨 而且他昨天呢 还涨停满 而且在今天呢 他还创下了短线的新高 来到了107块 跟这个盘 来做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他们的走势呢 完全的相反 所以它证明了一件事 这证明了 如果你真的想赚钱的话 你未必要时时刻刻 去参考大盘的走势 针对这个盘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呢 这个基本的一个趋势方向的一个概念 那就够了 那接着就针对短线的一个强势股 来进行操作 那这个盘在今天 它跌掉了170点 180点 当然让大家会很担心 对不对 但如果 你看到的是 大盘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技术面的话 其实这个拉回 不过就是封闭了 之前的一个跳空缺口 那么在技术面上来讲 其实封闭跳空缺口 是很有机会产生反弹的 那即使今天大盘出现拉回 它短期均线呢 不但向上 而且高于 这一个长期的均线 也就是说 只要 短期均线 高于长期的均线 是处在这种状态 那就是多头的状态 所以这一个状态 并没有因为 今天这个盘 跌那么多 而产生改变 当然我知道 很多人心里面有阴影 对不对 看到这个盘 大跌就会想起来 想起来之前 是如何从1014点 跌到7203点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请你们呢 要把过去 望得一干二净 我们就应该 以现在这个点 现在这个位置 去探讨 去观察 未来行情的发展 所以我要把过去呢 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叉 而且我要告诉各位哦 接下来呢 我会更积极 接下来呢 王良的一个操作呢 绝对呢 会超出大家的想象 而且我跟各位说 王良从这个礼拜开始 改变了很重要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方式 也改变了我选股的一个 这个方向 我跟各位说 我在这个礼拜 其实不是只有做TPK 我在买进TPK之前呢 买哪一支 礼拜一 我是礼拜一的时候呢 去买进联发科 如果你礼拜一去买联发科 到今天会不会赚钱 当然王良没有摆到今天 王良礼拜一买进 王良在礼拜三呢 就把它卖掉了 卖掉了之后 再去买进这个TPK 那这中间你们当然会听到很多 不管是联发科 还是TPK的利多 或者是利空 可是这些因素 其实我完全呢 都不会去考虑 我完全呢 凭着他们短线中线 长线 整个技术面趋势的发展 来进行操作 而且呢 王良的操作的频率 未来会增加 王良所选的股票呢 将会以成交量最大的 或者成交金额 最大的股票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你想要做短线 你是不是必须要 随时随地呢 都能够获利了解 或者 你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要停损 对不对 如果你要做波段 那你也应该能够去找到 可以让你买很多的股票 那那种成交量几百张的 成交量不到一千张的 我请问各位 你要怎么买多 你买来之后 你的心情会七上八下 今天这个行情 我们是没办法去预测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 如果有了变数 你怎么去反映 如果我们买的是 成要小的股票 那你要怎么去反映 瞬间的变化 你要卖 你卖不掉啊 假设你手上持有了几百张 它现在成交量才五十张 你怎么出 对不对 你一度 五倍就跌停 就算跌停买 还不见得砍得出去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 真的能够让我们 灵活操作的标的 所以我娘认为呢 成交量前一百名 或者成交金额 前一百名的股票 才会是我接下来操作的重点 那也许有些人会说 那我能不能够事先 把标的给锁定 我告诉各位 你可以把你想要做的股票 先挑出来 挑出这些股票之后呢 你长期呢 来追踪这些股票 当这些股票有讯号的时候 再去进行操作 这样子是可以的 可是 有的时候 我们所买的 未必是你前一天 想要买的 未必是你之前准备好的 为什么 因为你准备好的 它在隔天不见得会动啊 它接下来不一定会大涨啊 它不见得说 你准备好了以后 它就有讯号啊 对不对 也许产生讯号的股票 有买进的讯息 突破的股票 它并不在我们原先的选择里面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应该要用 更开放的态度 去看行情的发展 去掌握住 每一个有可能让你赚钱 赚到大钱的机会 所以呢 所以选股最重要的时机 并不是呢 在每天收盘以后 开盘之前 不是这样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做预测 对不对 他们今天会盖一只股票 然后告诉你 买这一只 明天会大涨 可是我问各位 有谁会知道 明天会怎么样 如果 我们今天所做的 是在盘中 转强的股票呢 那最起码 我虽然不知道 它明天会怎么样 可是我知道 它现在 这个当下 这个点 它正在转强 对不对 我们要把握住的 就是现在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王良知道我这么说 很多人呢 一定觉得 很不可思议 因为大家总是 在收盘之后 慢慢的来选股票 再来看看老师们的节目 对不对 可是我要跟各位讲 你在收盘之后 所看到任何的股票呢 它的价位是不会跳动的 它基本上是静态的 对不对 假设说 你坚持要从事 大波段的操作 那这样子做是OK的 为什么 因为 你又不在乎明天的震荡 你又不在乎后天的涨跌 当然也可以这样转 慢慢的转 对不对 当然转来转去 转到败了 也不知道要做对机 可是我跟大家讲 有谁 是不在乎明天价格的波动 有谁 是不在乎 你短天上 绩效的盈亏 有没有 如果你有在看盘 假设我们有在看盘 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是什么 那就不是 你昨天所看到的股票了 而是什么 而是你现在看到 什么样的股票 它有机会 什么样的股票 它开始产生突破 对不对 所以我来跟各位说 你如果是要来 对我做五票 有些标的 我确实会事先 去做好准备 但那些股票 它没有讯号 那你要怎么做 但是呢 如果 我的做法 我跟你说 为什么 我去做到联发科 为什么我去做到TPK 我跟你说 大家听到联发科 所以想要做 这个股票那么贵 对不对 大家看到TPK 哎哟 这个有利空 可是那都不是 我考虑的因素 我只看 它现在强不强 我只看 它现在有没有讯号 而完了为什么 会选出这些股票 很简单 我是在开盘之后 才开始选的 为什么 你如果在开盘之后 到9点10分 9点15分的时候 你看一支股票 它的成交量 有500张 它的成交量有1000张 到9点半以前呢 超过了1000张以上的成交量的话 那它整天要突破1万张 的几率就很高了 对不对 那这种股票 就是我们能够做的 这才是我们能够做的哦 那从这些股票里面 我们在9点半正前去看 这些量大的股票里面 有哪些 它是现在在转强的 你就下去做 如果你把握住这个机会 掌握住这个时机 很有可能你当天就有价差 对不对 就算你当天没有价差 当天没有赚到钱 它在这个盘中 出现了讯号的话 你在收盘之后去选 你也是同样挤到这支 对不对 那如果你收盘之后去选 你同样挤到这支 为什么 你不需要盘中看到的时候 就马上在做 这就是王阳现在的做法 是非常的积极 而且呢 跟过去来讲 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进化 到另外一个阶段 到另外一个境界 而透过这种方式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是成交量大的 成交金额大的 方便进出的 而且呢 当它汇聚了 整个市场的目光的时候 你当然容易 透过这个涨跌 去赚到价差 下一个阶段回来 我再让各位看一看 究竟 我能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 做了什么事 买了什么股票 卖了什么股票 如果你想要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城东东库 王老师 这创股票分析系统 今年72种技术分析指标 带您台中及时选股 做多做空 短线交易 灵活进出 无往无利 入口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东库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准分析 稳健获利 无往无利 让您成为股市中的常胜君 城东东库 值得的托付 2752 5868 嘿 各位看官请注意 购买桶装液化石油器 要与商家签约保全益 如果商家拒签约 应向别家购买才合理 签订契约好处多 寡司重量不缩水 残契用盛可退费 避免纠纷免征益 未来如果不再买 还可退还保证金 契约可至消防署网站 公企契约专区下载哦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今天大盘跌了这么多 说不定呢 很多人没有什么心情 没有什么情绪来看节目 说不定盘中呢 也就不看股票了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各位 这样是不对的哦 其实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行情 你要保持积极的心态 你要能够持续的在里面 去寻找机会 而王良接下来呢 就打算呢 要这么做 而且我会比过去呢 更加的积极 更加的努力 我也希望能够带会员 不论是在短线 还是波段 都能够赚到钱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赚到钱的话 我告诉各位 有太多太多的人呢 每天呢 为了想要赚钱 就会去做很多的研究 对不对 就会不停的去思考 不停的去想 大家都希望 要能够买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大家都希望呢 能够有一个毫无破绽 的一个理论 来买进一档股票 对不对 可是我跟各位说 根本就不存在那种 所谓安全的时机 根本也没有那种 毫无破绽的理论 股票市场 它会有风险 它甚至会有变数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安全跟这一个 我没有破绽 完美无缺 它是不存在的 我们怎么等 都等不到那个时候 因为它没有啊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跟各位说 请你放弃 放弃哦 去思考 我所谓的放弃思考 不是在收盘之后 不要思考 你在收盘之后 你可以想很多事情 你可以做很多检讨 我们总是会犯错 所以你要去检讨 对不对 避免自己重复犯错 可是在盘中呢 你就不要思考了 你要运用 你所学所会的 我跟你说 我刚才有点实施 有撇步去减五票 我在盘中选股的时候 一轮看完又一轮 但是 我有我的撇步 你也有你的撇步啊 是不是 可是你愿意相信 你愿意贯彻吗 什么叫做相信 什么叫做贯彻 那就是呢 当你看到机会 是符合你的条件 是符合你的讯号 是符合你所学的 所谓的 或者是说 技术分析的时候 你会不会下去做 会不会当下 立刻下去做 而且其他的事情 都不考虑 其他的事情都不管 我跟各位说 以散户来讲 几乎没有人办得到 对不对 因为大家呢 还是会担心 还是会问 还是会呢 再去找资料 再去做研究 可是我告诉各位 王良在盘中几乎呢 是不思考的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 我才能够用最快的方式 去掌握住这个机会 比如说 我在礼拜三的时候 带会员 下去买进什么 买进TPK 我买进的时候 按教外PIPPLE 我就是有讯号 当我的讯号来了 而且呢 它本来也是我规划的名单 出现的讯号 这更要买 对不对 那在这个时候 买进之后呢 我告诉你 接着 利空就出来了 结果礼拜四 TPK怎么样 涨停板 今天王良不是要跟你说 我知道会有什么利空 我根本不知道 我到礼拜四 开盘之前才被告知 它法说会的内容 可是王良知道的是什么 王良知道的是 我要相信 我所学会的 我要相信 我自己的本能 我要相信 你这一个 你所看到的讯号 它未来有可能会展现出来的一个涨势 就这么简单 因此呢 完全不理会任何外债的因素 而你们也可以看到 今天纵使大盘 跌掉了160 170 180点 跌了这么多 王良代货源所买进的TPK 不但没有跌 它还涨 不但涨 它昨天还涨停板 不但昨天涨停板 今天还创下波段新高 来到107 而我们是在11月4号 礼拜三的90块6买进 如果 我那一天 在90块6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的抗讯是教会员说 那当时在90块6 91块以下都可以买 所以如果你当我的会员 股票又有量 成交金额 成交量大 王良代会员买的话 我告诉你 大家都买买 是不是 所以你如果要带我做 你就要把这个市区 我刷下去会很拼 那你们再看下去喔 TPK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之前 王良做什么 我跟各位讲 今天是11月6号 礼拜五 对不对 我在礼拜一的时候 11月2号 买进联发科 但王良不是来跟你说 我买在最低 我卖在最高 都不是 我买在268 卖在礼拜三的270块左右 268买 更正我是卖在290块左右 290喔 结果 我卖在290块之后 涨到多少 涨到303 涨到307 但是我出了就是出了 我人家不会说 我290股票出了 我现在会跟你炒担 说我卖在最高点 我卖在这一波的最高点 我不会这样讲 因为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我们要的是什么 是赚到那一段 而不是赚到最高点 这是很多人 操作的一个迷思 对不对 因为当你把股票卖掉 他又起 我告诉你 大家觉得我撒就钱了 我又撒了 我自己应该要谈的 我跟你说 那绝对不是我们该赚的 因为你又不知道它会继续涨 不然你怎么会把它卖掉 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 是赚钱 今天不管是赚1块也好 赚5块也好 我告诉你 赚钱就是赚钱 对不对 不要瞧不起1块钱 也不要瞧不起5块钱 今天我就算只赚了5块钱 只赚了10块钱 我可以多做几遍 那我是不是可以多做几个5块 多做几个10块 那股票就在标到天上去 被我卖掉的 我被洗掉的涨到天上去 也可以不要去管它 对不对 而往来在11月2号 我想都没想 就通知会员买进联发科 你说礼拜一 我知不知道它有什么利多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它会涨到哪里 但我知道当时 王良刚刚讲过 我是盘中在选股票 我要的条件 我要的讯号 它出现了 它符合了 所以我就下去买 你还要在想其他事吗 如果你要在想其他事 我保证你不会买 不但不会买 很有可能后来买到高点 很有可能呢 眼睁睁睁看着股票涨上去 却没有赚到钱 但我刚刚有讲过 不只是我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撇步 是不是 你不一定认识我的 我也不会跟你说 但是我相信 当你有在看盘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 哪一支股票 它告诉你 它现在要去掉了 一定有这种需要 也许我们有时候被骗 但又怎么样 你要能够停损啊 你要能够再接再利啊 你不能因为害怕失败 就不敢出手 对不对 那你们再想看哦 王良当时 如果我多想一想 多看一看 我还会买吗 你再看下去 第二天 就跳空了 又没有什么行情 到第三天才又拉出一个中场 所以我一看到就做 我反而能够赚到钱 它涨到多少 290块的时候 我把它卖掉 这样差不多赚20块 后来涨到303 涨到307 说真的 那天还蛮懊恼的 为什么 因为我卖掉之后 它不是拉到涨停板吗 对不对 然后我那天就去买TPK 结果TPK呢 太拌了 没什么去啊 跟我的成本差不多啊 有啦 有比我成本要高一点 但是多了一两块而已 你知道我们想要带会员赚钱 总是希望会员能够多赚一点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 我跟各位说 我让你看看 王良到底怎么做 你们再想想看 你要不要 在接下来参加我的会员 我跟你说 王良接着 在这个市场 我会有非常震撼 非常积极 非常亮丽的演出 跟过去你们所看到的 完全不一样 我不跟你谈大波段的操作 我也不是呢 专门要来去做短线 王良接受市场一切的可能性 王良是以 能够让会员赚到钱 为我操作最大的目的 那 王良当初 曾经在19.8代会买进过融化 这个你们都听说过 对不对 我在11月4号 把它卖掉 后面还会怎么样 会不会转弱 还是会喷出 我不知道 但是我19.8赚到了30块钱 我把它卖掉 反正赚到了 就好 那接着呢 你刚刚看到 礼拜三 我290出 这一个联发科 然后我有出融化 接着我买进什么 买进TBK 那我们这里放大一点 拜三的在这 我在这里买的 昨天是这个涨停满 今天来到107 如果 我在这里又想一想 又看一看 我跟你讲 我刚刚讲过 要不要思考 不要思考 对不对 如果我在礼拜三的时候 多想一想 多看一天好了 这样比较保险 我跟你说 永远就这样看下去 而且我保证 假如我多看了一天 到礼拜四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敢买高票 是不是 因为开盘之前 利空满天飞 是轰炸 盘前的挂单 是开在跌厅板 但结果呢 结果TPK 有利空 还开低 走高 结果 拉到涨停满 锁起来 我问你 这个结果 有谁能够 事先料想得到 如果你前一天没买 你第二天 更没有勇气 对不对 就算你有一点点 想买了 我跟你说 还没有在pay 速度那样快 你真的想买的时候 锁起来也买不到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 做股票 不要再思考了 不要再想太多了 如果你真的想赚钱 你真的想要参加会员 你真的想要跟着王娘一起做股票的话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要再想了 不要再思考了 如果你真的想拼 王娘会带大家进场去拼 如果你真的想做 我也欢迎你们 在节目结束之后 能够拿起电话 来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最后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都能够大赚 我们下周见 拜拜 特别有大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